不好意思 今天還是我 而且我沒有怎麼準備 讀的新聞其實還不夠多 現在上面看什麼都是什麼 俄羅斯跟烏克蘭要怎樣啊 中國大陸又要跟台灣怎樣啊 伊朗又不回到伊朗核子協議之類的 我不太算是個軍事迷 而且我知道的是 絕大多數的軍事行動 都是執政者 在刻意的製造仇恨 讓人民彼此自願的攻擊而已 所以說 今天節目比較不一樣 我們先來討論一個最近發生最可怕的事情 就是紐約市長Bill de Blasio 對全紐約市發佈 而且要在12月27日完成的 強制疫苗護照 到底代表了什麼 我是Eth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在節目開始前 要先來感謝一間 一直在幫助小孩脫離奴役的公司 MyID.life MyID.life他們的面膜 採取了西非的西有的 Miracle Fruit提煉而成 青春痘 粉刺 細紋 皮膚鬆垮 黑色素沉澱 他們的產品可以一網打盡 而且他們的Facemask Set 從開箱到整個使用的過程 簡直是一個藝術品般的享受 不要相信我 現在就去MyID.life購買一個試試看 保證年輕20歲 重要的是這間老闆 Judy長期關注 而且真正的付出行動 來保護這些被人口販子摧殘的兒童 各位買一份產品 所有的利潤都會拿去給這些弱勢的兒童 也有一部分會到AI News 愛報導這邊繼續做文化宣傳 現在只要去他們的官網 MyID.life購買他們的面膜組 結帳的時候輸入AI News折扣碼 全部大寫就可以獲得一套 免費唷 價值25塊錢的眼魔套組 你看我這個人已經40歲了 是不是看起來像一個屁孩一樣 或許吧 趕快去買一份讓自己變得更漂亮 還可以幫助弱勢兒童 還可以幫助AI News 繼續的傳播正確的價值觀 幫助這個世界不要再被左派牽著鼻子走 紐約的市長Bill de Blasio 現在還是繼續在幫他的新冠肺炎極權政策找理由 昨天我們講到他宣布了兩個政策 如果說你不打疫苗的話 你就不可以在紐約市工作 你沒有工作跟你的這個工作能力沒有關係 你的老闆必須要因為政府的命令開除你 第二個就是最噁心的 強制5歲以上的小孩打疫苗 沒有錯,這不只是一個疫苗強制的政令而已 他們要把小孩之間創造出一個隔離政策 如果一個小孩5歲以上他沒有疫苗護照的話 沒有辦法證明說他有打疫苗的話 他就不能參加紐約市的任何活動 不能去餐廳,不能看電影,不能上學之類之類的 然後De Berlusio 在這個地方解釋說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在 New York City,我们在市场中间中了疫苏的热热感 疫苏 我们失去了很多人这区域 也不冲突中 ! 我们没有洗手间病 没有洗手间 没有洗手间 我们也准备磨档 然后我们开始去加工 障礼物きます 我们就固定了疫情全面困在走出间 我们现在现在来的安全地区域 我们都必须能进到越来 Omicron可能是来 军来的 我们都必须能进到越来 今天在新 among the city 应该用了疫苏 全社員工服务友的公司 新冠肺炎永远拋在脑后,这还是他在推行的东西,就算已经说是违宪了,违法了,美国总统都被强制停止了,他要做就是要做,各位可以想一下,这是你第一次听到我们可以一次解决新冠肺炎吗? 事实上就是这个说法已经被讲了两年了,不只是这位脑残市长,是所有的民主党的政客都这样说过,只要这样就好啦,牙一咬,忍一下就过去啦,只要再一点你的自由,你的权利,还有你做人的尊严,我就可以保护你安全了,只要再牺牲一点点就没事了,新冠肺炎就被我击败了,但是我要你, 帮忙,放下你自己,跟随我,现在他说的是,不只是你啊,你还不够,现在要让我对你的小孩做同样的事情,很快,一下就没事了,只要你服从,你的孩子服从,新冠肺炎就彻底被打败啦,就是这个样子。 纽约的人就是让这个样子的人随心所欲。 我不是在说纽约的人民都躺着不动,我们有认识,而且我们的频道下面有很多人是每个礼拜都去参加这些示威游行的,但是这个样子的事情就是发生了,就像我们在洛杉矶,我们大部分出门在室内也都要戴口罩,因为很麻烦,不需要跟大家解释太多,不过,你真的如果把口罩拿下来看看, 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店家,根本懒得理你了,会管你的都是那种就是,你知道就是左派,没什么自信,需要用督促别人有没有戴口罩来证明自己有能力去管人的那种正义魔人。那如果你在台湾的话,或是你在中国大陆,或是你是那种在美国,但是只看台湾新闻的那种台湾人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他们希望可以这个样子,他们希望可以失去自由,他们希望可以献祭他们的 权利给这些掌权者,让他们这些人感觉可以更好,让他们这些没有任何意义的人生,好像有什么动力一样,对这些左派的城市里面的人来说,同时也叫做一个这个呼吁美德的行为,英文叫做Virtual Signaling,对于左派来讲,这就是一种美德,OK?只要对着暴政,对着集权低头,只要你放弃你自己,你就可以说你多在乎别人,多在乎 多在乎社会,多在乎地球,不像那些恶心的,自以为义的,什么基督徒啊那些,一天到晚在扯什么,自由,好恶心哦,我们不要这个样子的 这个想法,Virtual Signaling,存在我们社会里的每一个角落,现在看到的女权,只要堕胎就表示你尊重女人 只要不用吸管,你就可以救海龟 只要让小孩变性,就代表给小孩自由,就代表你支持自由 只要消灭所有枪支,就代表你爱好和平 简单的说就是,大家只要听我的,大家只要相信我,把权力给我就是正义 很不幸的就是,在教会里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人物 这个,我们留到最后再讲 在政治里面,永远都有这个样子的政治人物 可以吸引大量这个样子的人,因为这个就是事实 我们是一群羊,是山羊还是绵羊 时候到了就会分得很清楚了 而且永远都只有那些无能的政治人物 才会使用这个样子的方法来召集他们的羊 而且最可悲的是,其实不只是这个样子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政策 这么违宪的政策,无法唤请人民起来抵抗 你想想看,只要有30%的人 甚至20%的纽约人,起来说不行 你要对我怎样,随便你 你现在竟然要插我的小孩 这个就是我的底线 我拒绝这么不合理的东西 这么不科学的东西 这个政策,就会被迫停止了吧 不然你要怎样? 把20%的纽约人全部关起来吗? 监狱够塞吗? 只要几个小孩6岁生日的时候 第一次去Chuck E Cheese,然后被拒绝 然后爸爸妈妈哭着拍影片上传 到Fox News,到News Max 只要几个这样子的事件就够了 就可以推翻这个无能的市长的政策了 但是,这个市长就在打赌 没有父母有种去做这个样子的事情 全纽约的人都是属于他的山羊 如果这些父母不想要帮小孩打疫苗的话 就不会带小孩去参加这些活动 没有人会真正的抵抗 我们AINews是一个很爱小孩的公司 这里介绍一间指甲油公司 妈妈超爱用,连小孩也可以用 因为每一瓶Niji News的指甲油都是使用无毒,无害,无动物测试 TemFree的材质制造而成 而且是市面上最高规格使用安全的指甲油 颜色众多,带亮片的,没带亮片的,亮面的,霧面的 你能想到有什么颜色就有什么颜色 而且100%在美国制造 是一间基督徒保守派的公司 现在就去他们的网站 www.nijila.com www.nijila.com 选购他们的商品 结账的时候输入折扣码AINews10 一间基督徒保守派的公司 就可以享有10%off的优惠 爱自己没有错 爱自己没有错 爱自己的指甲更没有错 今年Holiday Season 他们还特别推出Best Seller Collection 跟Holiday Collection 让大家选购 让大家购物的时候更放心 更方便 现在就去NIjila.com 结账的时候输入折扣码AINews10 一起支持这一间基督徒保守派的公司 一起抵抗左派的亲职 我以前对纽约客的看法 就是这间纽约客是很有自己的原则的 很固执、黑白分明 你不可能占他们的便宜 他们也不会随便占你的便宜 现在整个纽约就是一群无脑的懦夫 我之前也认为澳洲是这个样子的 很有原则的、很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为了环保 就算产品赚的比较少 我也要环保 只有澳洲人才会跟袋鼠打拳击 只有澳洲人才会跟鳄鱼摔脚之类的 澳洲那边蜘蛛都超大 那边的人一定超强 结果现在却变成这个样子了 全世界他们最服从 把你关到集中营里 你还乖乖的听话 可能在历史上 曾经他们是有骨气的一群人 现在这些人变成了一群家畜或是宠物 如果你住纽约 你服从了 就算政府要对着你的小孩插这些东西进去 你也服从了 shame on you 你不是美国人 你没有资格当美国人 你没有资格住在这个land of the free home of the brave 你没有勇气 你没有自由 连为了自己的孩子 站起来的勇气都没有 你没有资格当一个人 你只有资格回去当努力 回到这位市长说的话 你只要做了他说的话 新冠肺炎就会消失了 leave covid behind 这是一个幻想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现在跟你说这些东西都是假的 就跟猪妹在那边说川普要带着大军回来了一样 如果你还在相信这些 那你大概已经不值得被救赎了 新冠肺炎传播到了全世界 上亿的人接触过 上亿的人感染过 新冠肺炎就是会在这个地球上 你有可能会得到 我也有可能会得到 这个病毒将会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这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 我也不喜欢 我也不希望得到 但是这个就是事实 这只是你人生中多出来一个危机而已 就跟我大概已经呼吁我们的观众 所有我们的观众 至少半年了吧 甚至一年 第一年的时候我也在害怕 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 全世界没有人知道是什么 但是在这里必须说 你的人生有各式各样的危机 成千上万的危机 绝大多数的危机你不会碰到 但是有一天会有一个危机会发生 而且这个危机会杀死你 这个危机会杀了我 然后你不知道那个危机是什么 所以你要做的决定就是 你要在无法避免的死亡来到之前好好过你的人生 还是你为了要保护你自己的生命在之前就已经放弃你的人生 好像是对死亡一个先发制人的一个这个招数一样 你笑着对死亡说 你能拿我怎样 我还有什么你可以夺取的 我早就已经放弃了 就跟你跟你老板说你不可能开除我我辞职了 这个样子的想法很好笑 我也这样觉得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国家 美国 或者是你的国家 不管是台湾 中国大陆 还是香港 加拿大 澳洲 你在的地方 正在全面的下滑 因为我们以为 而且我们教育我们的小孩子说 我们的政府可以帮我们解决所有的事情 事实上就是 我讲我的就好 我不想要得罪其他人的国家 美国政府不可能帮我解决 我这一生当中99%的问题 那那一%是什么呢 就是当我的邻居想要杀我的时候 美国政府或许可以帮助我 如果其他国家来攻打我的家园的时候 政府或许可以帮助我 抵抗这些外敌 政府不能帮我找到我的命定 政府不能帮我找到我的快乐 不能帮我建造我的人生 政府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 防止其他的人对我造成威胁 或者对你造成威胁 这个是政府一开始的职责 但是当你以为 你的快乐 或者是你的人生 可以放在政府的手中的时候 当你发现 政府没办法帮你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对执政者失望 不管执政的人是谁 是拜登 是川普 是民主党 是共和党 这也是我们要交给我们小孩的东西 我们绝大多数的人 不敢反抗执政者 我们很多人都是山羊 我们以为我们在跟随一个 在帮助我们解决我们问题的领导 我们要给他们的 就是我们的独立思想的能力 独立成长的权利而已 今天只有讲到一个新闻 因为今天我是突然代班的 但是我知道这些想法是重要的 政治斗争互相抹灭 不只存在在政治里面 在公司里面 在学校里面也有发生 就连在教会里面也充满了这个样的事情 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有为了权力 互相攻击的事情发生 我个人是完全没有办法了解 为什么会有人想要在教会掌握权力 除非你是什么天主教之类 因为又没有钱 又不代表任何东西 你得到的也就只是 一般的弟兄姐妹的掌声而已 但是就只是这个样子 还是有很多教会里的人会打着 我是为了教会好啊 所以说我要控制执事会 我要控制长老的席位 我要控制主任牧师 不管怎么样 就是 我就是要掌控这个权力 为什么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曾经在1971年 史丹佛大学有一个研究 叫做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中文叫做 史丹佛监狱实验 实验内容 就是有24个学生 以抽签的方式 一半成为囚犯 一半成为典狱长 这些学生都是自愿参加的 每天有15块美金的酬劳 第一天还好 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第二天囚犯就开始反抗 扮演典狱长 就是为了要控制 这些反抗的学生 开始发光囚犯的衣服 逼迫他们趴在地上 跟狗一样吃饭 拿走他们的床单 枕头 让他们空手的亲马桶 简单说就是虐待他们了 而且开始在扮演囚犯的学生 里面分出好的囚犯 跟坏的囚犯 让他们彼此攻击 彼此撂杯啊 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研究 有拍成纪录片 还有拍成电影 里面的学生 没有一个是做错任何事情的 只是被一个教授 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 谁是典狱长 谁是囚犯 但是典狱长就给了自己 很多的权柄 甚至虐待囚犯的权柄 这些不是囚犯哦 这些是学生扮演出来的囚犯哦 扮演囚犯的学生 以这个样子 就自愿的被领虐 因为他们自愿的把自己的权利给了这些人 这个现象后来被称文是 这个现象后来被称为 Lucifer Effect 路西法效应 意思就是 神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 堕落成为魔鬼撒旦的意思 魔鬼撒旦没有任何的权柄 他能在人身上拥有的任何掌控 都是那个人自愿给他们的 就跟我们的执政者一样 就跟我们教会里很多执事会一样 就跟纽约市长 Bill de Blasio一样 如果你不站起来捍卫你的权利 你就会跟路西法一样 自以为意 大言不惭 没有任何的羞耻心 开心的控制别人 同时被魔鬼撒旦控制 AI News的我们 知道我们没有任何资格 帮别人分辨善恶 只有神的道德观 还有价值观 神的律法 神的话 圣经 可以制定善恶 左派要的 就是控制所有人的生活 像纽约州政府透过欺骗 像拜登政府透过抢夺 像中共透过杀害人民 注入恐惧在我们的生活里 我们不希望被任何人控制 我们认为自由女神的雕像 不是一个偶像 没有人在跪拜他 只是一个象征 我们在这边说的 似乎是关于美国的新闻 但是每个新闻背后 在传达的东西 才是真正重要的 请各位继续支持我们的事工 让我们的声音可以继续传达出去 别忘了订阅 点赞 还有在下面留言 还有分享我们的影片 给你的好朋友 我们现在需要 各位的帮忙 现在就去我们的 筹资网站 Coffee 来支持我们的事工 成为这个 华人抵抗暴政的一员 也请各位继续帮我们的事工祷告 而且 让我们的影片可以传给更多 而且叫醒更多的人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播新闻 就是因为有你们继续支持我们 请你用你的金钱 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来支持一个 以圣经价值观来看新闻的新闻频道 保护我们的价值观 继续打这场文化战争 感谢大家收看 我在这个地方不知道念了多久 我是Eaton 更多美国情报 请继续关注AI News 大LA神奇快讯 在家中您跟孩子的沟通 是否越来越少 越来越糟 或常因功课 网瘾跟孩子争吵发脾气 如何更有智慧地化解这些问题呢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 让和睦住进我们的家 12月11日2021年星期六 每夕时间下午3点30分到5点 由爱与冲突和睦事工 推出的云端讲座 特别邀请陈伦鱼博士 要和您分享 如何化解金子冲突 若是您有参加过陈博士的讲座 相信您一定会知道 这会是一个有深度 且具应用性的讲座 千万别错过哟 也期待您邀请亲朋好友 一起参加 报名详情 请上大洛杉矶教会网络 www.dalachurch.ne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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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